我通常看一样东西 至少是别人 要我记住 一般的时候 能有时间 一定看三十年 你才会有一点印象 我这一生 跑了这么多地方 没有学坏 什么原因 我很清楚 天天没有离开进本 就这么一种事情 天天没有离开 讲些什么 劝别人 假的 劝自己是真的 别人能得多少受用的时候 那是他的事情 我不知道 自己真的受用 真的 把什么境界 在眼前全摆平 尤其英国看透了 英国看的时候 看到死是真相 也看到社会的病端 这个病态 地球的病态 根源在哪里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能不能拯救 难 而且拯救很快 在佛法 在佛法的理论讲 一念之间 一念谜 在哪里 一念觉 佛报下起来 中安民为物 就在一念 那一念为什么转不过来 我们的烦恼 习气太重了 太重了 所以自己知道 熏悉时间久了 有个几年时间 熏悉 不是不知道 毛病还照犯 为什么 那就是习气太重 重不怕 只要尝试熏修 十年不行 二十年 二十年不行 三十年 三十年不行 四十年 差不多都转过来了 我自己走过这条路 我有这个经验 所以尝试熏修 比什么都重要 清净心先前 基础就真正建立了 再向上提升 平等心先前了 功夫得累了 那今天我们清净心都没有 你怎么样修学 功夫都不得累 不得累 你就免不了造罪业 造罪业 有时候是有心的 有时候是无意的 不管你是有心是无意 古报都得要沉荡 不能说是无心的 就没有果报 无心的就有果报 果报轻重 是你对 不是对自己 你对众生的伤害 有多大 这个众生的伤害里头 最严重的 是给他负面的影响 你要不要承担这个责任 现在一般都是不良的风气 我常常给一些比较亲近的同修道友们说 还有些访问我的人 是今天的世界 谁掌管世界 二郎神 二郎神是什么 一个是财狼 一个是色狼 二郎神 同意了这个世界 你有没有办法跳过他的手掌 你要跳不过这个手掌的时候 那将那三图有分 非常可怕了 它普遍了 变成了二十一世纪的文化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有高度的进求 高度进求 那么在今天最重大的 最大的好思 就是培养底下一代的人才 真正 严格的持戒 持戒是德行的 第一重要 有德行 而后有学问 学问要智慧 不要搞知识 为什么 知识 你心定不下来 知识 不能够圆满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全都有后遗症 对 解决问题 任务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感谢观看